我们的肠道白天一直工作,晚上睡觉时,消化活动几乎停止,这正是让肠道修复和休息的最佳时机。 吃太饱或喝酒都是睡眠大忌,肠子里不要残留未消化的食物,才能令肠道均从处在平衡状态,确保肠道环境正常运作。 而肠道环境的正常代谢能分泌出血清素,这种物质是掌管睡眠的荷尔蒙。 它会转换为退黑激素,提升睡眠质量。 睡觉时,让卧室保持黑暗,身体会分泌足量的退黑激素,除了能提升睡眠品质,这种物质也能提高胰岛素和受体素的感应力,让人不易变旁。